剛才我們這邊打一半 這邊寫說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一個照片打完了 我就按 當然我要改顏色 就在這個地方按一下 先改顏色 OK了之後按上面的完成 按完成之後 當然我可以換一個位置 換到反差比較大一點的位置 所以有時候你看這樣子 其實顏色不好看 你可以再點下去 再點上字 然後之後再換顏色 有時候反而白色跟黑色 是比較清晰的 你看 有沒有 白色跟黑色的字 是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的 這時候按完成 比如說再來 再來第三章 第三章 我可以再點第三章 然後再按這個 魔術棒進去加字 然後按T 假設隨便 這是恐龍 或者擺貨 這是在大圓擺 好 寫一個 擺 算了 擺貨好了 這在大圓擺有一個恐龍的 好 按完成 也一樣可以調位置 調好了之後 我就按底下的完成 好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都有打字了 第一個別忘記了 第一個字 第一個的字 他就 他等於說這個地方 他就出現標題了 沒辦法換顏色 沒辦法換大小 但是 第二張圖開始就可以打字了 OK 第三章 第四章 如果OK了 當然我們這邊按完成 也可以看成果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標題在這 那第一章 第二章 有沒有 第三章 有沒有 OK 如果這樣OK了 你可以存下來 或者發送出去 那一個成品就完成 可以嗎 來 各位嘗試 真的做一個 然後可以改標題 裡面的幾張圖 你可以改一改